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起诉了 这件事情 这件事情其实困扰了我很多天 所以今天我想 我如果再不讲出来 我要爆炸 好 我今天一次讲清楚 大家一次讲清楚 我从小看《007叠》 我真的很喜欢《007》 真的 James Bond从《希望看那里》开始 My name is Bond James Bond 这一句经典的自我介绍词 其实就一直是世界电影史上面 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一句台词 是不是 庞德他那种帅气 潇洒 他那个永远的衣架子 配上他那个敏捷的身手 自勇双全 这就是全世界间谍的典范 真的 所以当王秉中 他被控制间谍工作之后呢 晴天霹雳 真的 晴天霹雳 所有《007》留下来的这个美好回忆 都没了 都没有了 所以如果 Sean Connery 如果Roger Moore 如果Timothy Dalton 如果 Pierce Bronson 如果Daniel Craig 这些《007》演员知道 台湾的王秉中 也来演间谍的话 他们一定会流泪 他们会哭死 真的吗 你去想想 如果间谍王秉中 可以把中华民国宋唱成 中华民国 中华民国 千秋万世 至少有名 如果他用这个腔调 去介绍自己 My name is Paul James Paul 那不是活活榜一部间谍 电影搞成闹局 想想就挺难过的 真的好难过 你更不要讲 王秉中一直强调 他自己还没有破处 拜托 一个错 《007》你听过没有 老天爷不要笑死大家了 好吧 抱怨完毕 舒服多了 现在就让我们来介绍 今天的特别来宾 《007》你听过来了 我们今天请到了特别来宾 各位最近应该常常看到他 如果你喜欢试足赛的话 他就是足球评论员石敏景老师 敏景你好 欢迎您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所以现在你的工作是日夜颠倒 对 虽然我本来正职的工作也经常是日夜颠倒 对 所以这不会影响你到... 对,其实我们的生理时钟 平常的工作跟比赛的时候 都是不定时的啦 那开完球 还要花多少时间整理 还是马上就去睡觉了 通常睡一下 然后再去上班 如果说有勤务的话 那压力很大哦 对啦,不过就是每隔一段时间 就是大比赛的时候 总是会比较累一点 但是对我而言其实还好是因为 就算我今天不去讲评 然后我还是要看球 因为我从小看到大 看了三十几年了 所以看球这件事情 本身就是没有办法缺少的 所以因为看球 你最后去划了 我知道你砸了很大的钱 去编足球杂志 是 然后我知道你们每年 包括今年你们会像... 对,我们都会做一个 介绍世界各个重大比赛的 这种足球的观战手册 像这种观战手册 今年当然是世界盃 那前两年呢 我们包括欧冠 然后欧洲国家盃 我们也都会做一个专辑 是,你看球 你自己踢不踢球 我踢球 你从小开始踢 我在台湾的时候没有踢 我是到了国二 到国外念书的时候开始踢球 起步的比较晚 是,你去哪里念书 我到马来西亚念书 马来西亚对... 这些国家倒是对足球很热闯 是,非常的热门 然后非常风行的一个国家 好像台湾是最近几年 是比较开始 大概从02年世界盃之后 其实台湾的热潮是有比较起来的 在这之前 其实台湾就是棒球跟篮球 对 对不对 足球还真的少 包括美国也是一样 不过其实美国的足球实力相当的好 它只是跟其他的运动 就是所谓的篮球、棒球 跟冰上曲棍球 还有美式足球 美国的四大运动 当然足球跟这四个比 其实相对是弱势 可是如果以美国 在整个世界足坛的 整体实力来讲 其实美国是相当出色的一个国家 应该说美国每个运动 其实都很强 它没有弱的项目 对 所以今年美国又没有进去 其实很多人是有点失望 对,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冷门 因为过去美国参加世界杯成绩 向来也不错 是 所以今年那些没有晋级的国家 几个大国 像意大利 意大利、荷兰 还有智利 对啊 对 其实那些国家的那些国民 今年看起来 因为都很独揽吧 因为世界杯限量是残酷的 其实每一届都会有一两支强队 没有办法打进来 是 这个跟 听说他们不是先要扩充 整个的这个 它的这个基本盘 对,二六年 二年、二六年会扩充到四十八队 四十八队 那这队以后的这个比赛来讲 它影响怎么样 其实它最主要是 因为FIFA想要推行在一些 比较足球实力 没有那么强的国家的足球运动 因为我们知道说 你一定要打进这种大赛 你的群众才会比较热情 然后你才会有比较多的 这个电视转播 那当然钱是一个因素 是 那不过你到四十八强也是一样嘛 因为他四十八强之后 他最后还是会进入淘汰赛 那事实上 大家都知道进入淘汰赛之后 才是真正列强相争的开始 那所以前面呢 我们简单来讲 他可能在前面扩充了队伍 在小组赛里面 还是做一个商业的推广 可是真正大家要短兵相接 还是会在十六强之后的淘汰赛 可能精彩的比赛也是在后面 所以前面基本上还是在那边 对 比较一个 招商 招兵买马 然后招商卖广告 这样的一个状态 可是真的要看 这个比较实力接近的精彩的比赛 通常还是会在十六强之后 其实这一次的这个比赛 你自己觉得 你最看好哪一队 现在已经进入到十六强 对 以我来讲的话 我会觉得法国队的希望 是还满不错的 这支球队 他在攻守两端的能力 其实是比较均衡的 另外呢 巴西跟四年前相比 他的进攻实力 是不但年轻化了 而且相当的有活力 后防线也改进了 我想巴西应该也会是 相当热门的一支队伍 还有就是说 其实你在报球赛 是 你之前对于每一个球队 当然会做功课 可是你做功课 我很好奇是说 除了打球的这个 就是踢球这个功课之外 其他的相关的功课 你做多少 我都有随便举例了 例如说足球跟政治 是 因为我一直觉得 我们台湾对于 运动的一个想象 它其实是比较狭隘的 是 那我一直认为 台湾之所以各种运动 或者是我们常常讲的体育 没有办法在台湾很风行 是因为我们一直认为 它就很简单的是一个比赛 可是我们要知道 运动这个东西 它背后有很多 政治、经济、文化的因素在里面 那其实你要去了解 一个运动的内涵 或者它背后所代表的意义 你才能够把它深深的 融入到你的生活化里面 那比如说 大家都说这个像洋鸡队 跟洪化队 这种历史的恩怨精筹 其实它会让两个城市的人 除了对这个运动的热爱之外 他们有另外一个共同的向心力 那例如像日本 他们在三一大地震之后 他们在东北地方 利用仙台七夕队的足球队 跟这个乐天经就这两支球队 他们的复兴委员会是以这两个职业运动为中心 来带动地方的一个发展 他们除了带动经济之外 也要把这个人民 从这个精神上的痛苦里面 把它带出来 因为我们比赛会赢 大家会团结 会去加油嘛 所以其实当我们了解 运动背后的文化的时候 我们才有办法深深的去热爱这个运动 我们台湾人对于运动的想像 只极限于这个胜负 其实胜负都是一时的 我们知道 真正有文化底蕴的运动 像在欧洲 他们这个足球都是上百年的历史 他们之所以能够到今天发展成 这么大规模的一个产业 是因为他的人们 跟这个运动本身在生活上 在经济上 在文化上面 是没有办法切割的 所以甚至 记得前两场 有一场是瑞士 是 跟赛尔维亚的比赛 对 这是因为球员比的双阴的动作 对 我那个时候其实看了 我真的很感动 虽然被罚钱 可是他们 就是说被赛尔维亚 在所谓的种族清洗上面 欺负过的这些国家的人民 他... 后来他们作为难民 他们不是到了瑞士 对,到瑞士去 他们其实是用另外一种方式 在替他的祖国 在替他的民族 在奋战 对,在奋战 战场之外的另外一种奋战 所以像这样子的这种镜头 出现的时候 你们会不会有一种 特别的这种感觉 我觉得对于 以台湾这个地方的人来讲 其实我们有的时候 也是欠缺一个这样 展现我们自我民族意识的时候 那像过去也有很多人说 我们可能打棒球很想赢韩国 其实这是一种 其中一种表现的方式 是 那你像塞尔维亚跟巴尔干半岛 这些国家的这种恩怨情仇 你在看足球的历程当中 其实你就可以学习到 在这种不同的国族情境环境之下 他们对于这些人 他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 对啊 所以就是说政治这个东西 其实到处渗透 对 这件事情是不存在的 因为基本上 基本上体育 它就是政治的延伸 那在世界杯赛场上面 我们光是这个参赛资格 到底能不能取得会籍 或者你这个会籍要叫什么名字 例如我们就是必须得叫中华台北 它本身都是一些政治上面的战争 都是一个角力 国际地缘政治的角力 所以哪些国家可以参赛 他参赛之后用什么名字 他们之间比赛的时候 擦出什么样的火花 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所以看起来好像台湾 因为这一个 我们台湾的足球实力还进不去 可是我后来发现 竟然当巴拉玛被干掉的时候 大家莫名其妙 就很爽 因为前一阵才跟我们断交 可是大家要想 这个以前像哥斯大里加洪杜拉斯 打进去的时候 都还是我们的邦交国 我们反而会替我们的邦交国加油 你想像如果是两年前巴拉玛打进去 可能大家就替他加油 可是现在反而是觉得 好像击败巴拉玛大家很开心 所以说体育怎么可能会跟政治没有关系 这一定跟大家的这种 国族思想或者是你的思维 一定是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那一阵子我就 就是那场球之后 我就突然看到 大家对于巴拉玛被干掉 说不出来的高兴 然后有人就把巴拉玛最近 对台湾做了些什么事情 然后又重新讲了一遍 我看了真的笑死 我就是说 你们这些人 真的实践的就是说 对 所以其实这个看起来 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比如说你不是德国 你不是德国人 可是你喜欢看德国队的比赛 在德国队的比赛的时候 你就会自然而然成为德国人 对 那你支持巴西的时候 你在巴西的比赛的时候 你自然而然的 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为巴西人 所以我就跟你讲说 在体育运动里面 这种凝聚人的精神的力量 其实很可怕 那你们当然就是说 这些表象的东西 就是说大家会比较有感觉 可是我发现说 像你们尤其是 你常常利用脸书 也常常在讲一些 你自己观球的这些感想 那你在播报球赛的时候 也都会有一些 比较是属于术语方面的东西 是 笨出来 好 例如说 队形 阵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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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概念 你们是不是在比赛之前 你们就已经非常的 就是说锁定 就是说 这一队应该 你知道要排六三一 或者是排 多少 这个四二四 或是怎么样子 对不对 你们从哪些方面 你们下定这一个判断 说他们如果排这个 不要赌了啦 你知道铁书 这个当然第一个是 每个国家它有所谓它的传统的风格 是 例如日本人打棒球 跟韩国人打棒球的节奏跟方式 就不一样 那当然巴西有巴西的风格 英格兰有英格兰的风格 荷兰有荷兰的风格 德国有德国的风格 那当然你会从它的风格去判定说 这个国家是喜欢进攻的 还是喜欢保守的 OK 然后接下来就是你要看 它的人员的配置 就像我们看篮球赛 你对上有两个大个儿 你可能会排双中锋 你如果一个大个都没有 你可能就要打小球战术 所以你会从人员的配置 那在国家队里面 因为它是依照国籍嘛 它不像NBA 或者是足球的职业球队 你可以去买球员 对 那你不能买 你一定用现有的菜来做嘛 那你如果现有的菜 只有辣椒 你炒出来的辣 菜当然是辣的 你手上都是攻击球员 那你就可以预料说 它排出来的可能是 什么样的一个攻击阵型 那如果你的阵中呢 没有这种很具有攻击天分的选手 可能这个教练就会采取 比较保守的方式 你也可以预估到说 它排的会是一个 注重于防守的阵型 那其实都从它的文化、历史背景 还有现有的球队里面的成员 其实这个都可以去预估的 所以你们就知道说 OK 如果你今天是组防守 对 对不对 那你会觉得说 如果你是一个 应该是防守的一个球队 可是你排出一个进攻的队型 那你就会觉得说 这一队可能有问题 或者是有时候 某一些特殊的情境 比如说你不是很擅长进攻 可是你前面的比赛已经输了 或者你的晋胜球差很多 我这场非得进攻不可 我只能赌博性的进攻 其实这都跟人的心态 情境有关系 是 所以在你们整个的 抱球赛的过程里面 因为我发现说 你们会常常很快的就知道 他们现在在场上的这个队型 以前已经改成什么样子了 对 你们是... 当然因为球队是有颜色嘛 是 所以通常你们是看颜色在那边 马上做... 就是说要判定 颜色是其中之一 那第二个是 你会从球场上的球员 他的动作 他的心态 或者是教练的一个换人 你可以去预估 例如说你的阵型没有变 是 可是教练换了一个攻击型的选手上来 OK 把一个防守型的选手换下去 那教练要传达给整个球队的意思就是 你们应该要攻了 那因为足球比赛是没有暂停的 是 他是不能下战术的 对 所以教练只能透过他的一、两个调度 让场上的球员知道 我们现在应该要做什么 应该要改变了 那你在场边 一样可以从这些小动作 或者是换人的方式来去观察 今年的这个球赛 其实最大的一个改变 就从我这样子的 算是一日球迷的这个角度来看 应该是 VAR的介入 是 VAR 它 当然就是说我们从其他的赛事里面 像 像我觉得最明显的一个是网球 网球自从这个有这个 阴眼之后 其实它很多很多的判断 的确是可以更正在场的这个 现场的裁判的这个判断 对不对 今年足球开始用VAR之后 你觉得它影响最大的什么 VAR其实它会减少一些 在十八嘛 就是网球区里面的小动作 OK 以往在这种人挤人的情况之下 通常会有一些小动作 是没有被抓到的 这个是其中一个 但是VAR能不能让足球比赛 变得更公正更公平 其实在很多国家的讨论里面 他们是有疑虑的 因为VAR跟其他 这种运动的技术不一样 比如说你像阴眼技术 是 它判定出界跟不出界 OK 它就一翻两瞪眼 对 足球在四年前的时候 其实引进一个叫做 就是这个球到底越线了没有 那很简单吧 电脑一判定 有月线跟没月线 它就是一翻两瞪眼 可是VAR这个东西 它不一样是 我推了一下你的肩膀 摄影机拍出来 力道不知道 可是你把这个画面 给十个裁判看 有五个说犯规 有五个说没有犯规 所以其实在过去 他们探讨的时候 就有发现VAR的画面出来之后 它并没有办法去改变 裁判尺度的问题 OK 因为这个一定是尺度的问题 好像你没有办法 因为透过摄影机去决定棒球 是好球还是坏球 它也是要裁判来决定 所以VAR 它没有办法完全做到公正 可是它可以让这些画面被讨论 对 比如说这个裁判的尺度 就特别松 或者这个裁判的尺度 就特别严格 这一件事情会被拿来讨论 可是你在场上 很难去改变这个裁判 它对于某一个动作的尺度 这个是现在VAR 所没办法做到的事情 所以其实VAR有的时候 你把它调出来看 你有的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判断说 它的力道 对 这个东西你没有办法判断 你的这种情境 对 你只能由裁判的自由心证去决定 通常在赛后 大家也会讨论说 我推他那一下 可能不至于让他跌倒 可是有的裁判就认为会 所以其实VAR到后来 它其实在这一两年的使用当中 是也引起滿多的争论 可是我觉得VAR最好笑的是 它其实是可以把所谓的 演技铺漏出来 对 就是你演技太糟了 演技太糟了会被发现 可是我们就反过来想 你如果演技很好呢 就算拍到你了 你也可以演得很好的时候 那裁判要怎么去下判断 其实这个就是 也是刚才我们讲的 裁判的主观的意识 它自由心证的盲点 其实也是在这里 可是你说像葡萄牙的... 葡萄牙跟摩洛哥那场球 是 那个摩洛哥的那个谁 那个贝纳提亚 不是好像去... 拍了这个佩佩的肩膀 拍了一下这个佩佩一下 他就倒地了 他倒地 我觉得那个演技是太夸张了吧 对,不过当然 因为那个后来没有形成犯规 只是说 在现在高科技的情况之下 其实在足球场上 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很有趣 你以往可能二十年前 没有办法抓到这些镜头 可是那一...就是 那个在巴西的... 有个罚球的那边 对 被取消了 帅哥 对不对 帅哥那个... 他的那个动作 稍微也是夸张的地方 对 就对方碰他一下 他就往后倒 所以我们就讲说 碰他这一下 到底会不会造成他往后倒 也许就会有裁判认为 那一下是犯规 对 这就是我们讲说 VAR虽然可以重现现场 但是他没有办法做到 完全影响裁判的判断 这个是以后还要再想办法 去改进的地方 但是至少 你可以把这个场景曝光给大家公平 对 给大家讨论 那你讨论久了之后 也许这个标准会趋于一致 对 这个是将来的走向 对 对 例如说假摔这种东西 如果你经常曝露出这种假摔 对 那其实 因为这东西人家还是会塌伐 是 还是会骂 对 对不对 像这个 这次有好几场假摔 结果到最后 一旦被公布出来 你知道 网络上面就一片哗然 那对球员自己本身将来的形象 这会有影响 对 所以他们以后也会小心 是 一定会比较小心 要不然就改善演技 要不然以后就是 演到你看不出来 对 要不然以后就是少来这种东西 对不对 那其实你们作为一个球评 其实你们脑袋里面 应该记得最多的 这种所谓的这种乌龙球 你知道 这种漂亮的球 像这一次的 就是说2018 俄罗斯的这一个足球世界盃里面 你觉得最大的乌龙球 到现在 就是说刚进入16强 那后面我们当然还不知道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播的时候 球上还没真正的这个结束 截至16强为止 我觉得摩洛哥后卫的这个 对伊朗这场比赛这个投球 这个乌龙是真的是非常大的乌龙 因为最主要是他身边没有其他的进攻球员过来干扰他 他就有把这个球顶进自己的大门 那我们知道说乌龙球经常是 譬如说对方一个很强力的射门 你要升球去挡他 是 你本来是一个善意嘛 我想挡他 可是挡进自己的球门 或者是乱军之中挤来挤去 你推了我 我去撞到球进去 可是那一个球是周边都没有人在防守的情况之下 摩洛哥的后卫自己朝自己的球门顶 那我们知道人在有的时候 他就是会有那个袖斗的时候 他就是那一瞬间人可能是 脑袋不知道在想什么 每个人都有这种时候 他就是发生在那个时候 所以那场比赛 其实也影响了后来整个小组的走势 他那一球 因为我那一球我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很奇怪 我那时候在想说 他是不是想把他顶 对,其实他想顶出底线 对,但是他对于这个来球的方向 还有自己球门的位置 他当时的判断是完全失去错误的 那另外那个... 那个谁 那个... 把这个球门 就是传球的时候 他不是... 这个阿根廷的 对,阿根廷的 对,卡巴尔这个球 想要挑过对方的前锋的头顶 没有挑过去 我想这个是技术性的失误 就是说他其实本来 并不是想这么做的 那是他脚下的功夫不够 所以他本身是没有这个意识 那跟你故意把球往球门里面顶 顶得这么漂亮、这么用力 那当然 其实那个球真的是比较离谱一些 好 像我有时候看球 我会听到一些名词 我会觉得很好奇 例如说 我记得有一次他们形容伊朗 是那个铁桶镇 对 为什么 因为伊朗他的一个防守布阵 是把六个后卫摆在自己的 罚球区的前面 然后六三一这样的一个阵型 他在后场堆积的人比较多 可是所谓的铁桶镇 并不单纯只是人多 如果人多就可以的话 那我们每个人碰到巴西 我们都排八个后卫 我们就赢了嘛 其实不是这样子 他其实是要透过一个非常 缜密的战术设计 哪一个球员在什么时候 要站哪一个位置 当球传到左边 或传到右边的时候 我们该如何移动 其实在这场比赛之前 伊朗他是做过非常非常多的 一个战术的设定 是 才有办法做成这场比赛 能够有这么好的一个防守效果 另外我们也要知道说 其实人的心理 也会影响到你的战术 因为前一场比赛 伊朗已经透过 刚才我们讲的摩洛哥乌龙球 拿到三分了吧 是 他手上有三分 所以他才可以保守的踢 如果他第一场比赛是输的 他就不能防守了 他就要抢攻 他就不能用这个战术 所以你使用什么战术 可能跟你的前一场比赛的结果 还是有关系的 奎洛斯这一名教练 他上来就是一个 防守战术的大师 他专门研究各式各样的防守战术 所以他执教伊朗之后 伊朗的防守就特别好 所以伊朗在这一次 小组里面面对的其实是 攻击活力很好的 葡萄牙跟西班牙 但他们比赛里面的防守都做得非常好 其实是非常有针对性 而且是经过演练的 跟我们想像的说 我们就铁桶镇摆一堆人在门前 这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两个概念 我们就想像 如果说是一支 比较糟糕的球队 或者是没有纪律的球队 你在门前排了八个人 十个人 也是没有用的 你面对巴西一样被灌五个球 十个球 所以他们其实是经过一个缜密的设计 而且是因应不同的对手 我们就举例如果伊朗今天面对中华台北好了 面对台湾 他一定是出来跟你抢攻的 他绝对不会防守 因为他比你强 对 那他今天是碰到一个比他强的对手 我们知道人有的时候要认清事实 对手比我强 我就用对手比我强的方法来比赛 当我比对手强的时候 我就用另外一套方式来比赛 其实运动就是一个千变万化 你必须要随着自己的积分情况 随着自己球员的状态 随着不同的对手要去演变 其实伊朗是下足的功夫 他们赛前的准备其实做得非常好 这是这十个人之间的默契 对 没错 可是还有一个人 球门 球门他怎么去把他的战术 就是说跟球场上其他十个队友 就是说有一个心有灵犀 一点痛 其实守门员是整个球队里面 大局观最好的人 因为他可以看到十个人的站位 是 但是你越前面的人 就看不到后面的队友 所以其实守门员 他要下的一个就是 对于整个球队的阵型的左右移动 前后移动 其实都是守门员在下令的 守门员也会随着队形前后移动 大家都以为守门员很简单 他不用移动 其实一场比赛 守门员大概要跑五公里 只是我们在画面上看不到 因为我们进攻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从左侧攻到右侧 大家都把镜头这样带过来 可是其实如果你有在现场看球 你会发现那个守门员 他已经跑到快中圈附近了 他要随着整个队伍的队形上去 退防的时候他才带着整个队伍回来 其实守门员每场比赛 要跑的距离也蛮远的 不要以为说 当守门员就站门口 其实不是 他也要配合球队的战术 尤其是现代足球 其实守门员他担扶的就是 另外一个后卫的任务 他必须要上来轻球 也必须上来传球 只是说你的镜头经常看不到他 但其实他有在跑 所以大家也不要想像说 当守门员真好 其实很累 其实三十二队的守门员里面 你觉得哪一队的守门员 其实是最辛苦的 其实每队的守门员都还满辛苦 但是我觉得伊朗的守门员 他不但这一次的比赛里面 被对方 因为防守嘛 对方就会进攻嘛 我们这样讲 弱队练守门 因为对方一直射门 我就练习嘛 伊朗的守门员 这个叫做Ben Robin 这一个球员呢 其实他不但是表现这一次很出色 然后他的故事也非常的有趣 他是一个牧羊人的孩子 那因为父母反对他当运动员 在那种游牧民族嘛 当然不喜欢自己的小孩子 去从事运动 所以他十二岁他就离家出走 跑到德黑篮去 然后想要踢足球 然后后来有一个俱乐部 就收留他 可是收留他 让他踢球 没办法提供他食数 他就睡在俱乐部的门口 他就说他早上醒来的时候 他就发现地上有这个零钱 因为路人以为他是乞丐 就把这个钱丢给他 他就说好吧 既然有人丢给我 他就拿了那个钱去买早餐 那后来就成为一个职业足球员 其实他的故事也蛮励志的 那一个人有一个想要自我实现的目标 他就毅然决然的一个小孩子 跑到一个陌生的都市去 然后开始从事他的职业生涯 然后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足球员 而且他的手抛球可以丢到六十五码 算是对 他可以从自己的球门用手 把球抛到对方的球门前面 他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武器 所以他在这支世界杯上面 也受到大家的瞩目 可能在明年就会有比较好的欧洲的球队 想要这一名守门员 OK 那冰岛的那个守门员 应该是这一次 对不对 大家讨论他这个当导演 对 他其实年轻的时候是确实从事导演的工作 但是他在2013年的时候就已经成为一个全职的职业足球员 那我们知道欧洲的球员跟台湾的球员哪里不一样 我们台湾的运动员是你先成为足球员 你才会踢足球 但是欧洲的小孩子是不一样的 每个人都会踢足球 里面粗类拔萃的去当足球员 是 我们的这个历程是反过来的 照理讲是每个人都喜欢运动 是 那特别优秀的就成为职业运动员嘛 台湾是从小就分开了 你是运动员才可以运动 其他人是不能运动的 对 所以我们跟他们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你会发现说 怎么欧洲的这个足球员 他的平常是当警察的 他可能是当厨师的 他可能当过导演 那并不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 因为他们从小我可能念台大 我也有踢足球 我念青大我也有踢足球 我卖保险我也踢足球 我卖房子我也踢足球 所以对一个运动 产业很发达的国家的人来讲 这是一件非常平常的事情 我可能房子卖一卖 发现我球踢得很好 我就不卖房子 变职业运动员了 这是他们的路 他们其实可以很容易的去转换 但是在台湾这种国度里面 我们才觉得很奇怪 怎么又会下厨又会踢球 对他们来讲 这才是正常的 我们才是不正常的 对 那打到现在为止 就是说十六强 要开始进行最后的角逐 你觉得 你看到的最闪亮的一个明星是谁 这一次进到十六强 我想一下 我觉得在法国 对Mbappe这个球员 在赛前大家对他的评估 就是一个未来的希望 十九岁 那他在场上的表现 其实倒不是说 他的进球数有多高 或者说在场上什么 你要连续过几个人 但是他十九岁表现出来的是一个 非常成熟稳重的样子 那我们知道说在未来的十年 可能这一个孩子 会成为欧洲足坛 既希罗或者是梅西之后 非常闪亮的一个星星 那大家可能也觉得说 你到世界杯上有一些小孩子 他踢过一两次的这个世界杯 或者是大比赛之后 他反而会退步 因为太年轻 你就被捧得太高 但是我想以Mbappe 这一名法国的前锋来讲 他可能未来的发展 机会很好 他的性格 然后他在场上的表现 都很沉稳 那他们经历过四足赛 对,他们的身价 如果表现好的话 对,都会暴涨 他们身价都会暴涨 然后职业球队就开始挖 对,或者是说想办法保留 对 用这种各出其召 那为了日后在这个 因为世界杯打打就没有了嘛 其实你的整个的职业的这个生涯 还是一个最大的考量 对,因为其实在欧洲的职业联赛 其实是一直都在进行 每年都在进行 其实世界杯对他们来讲 有两个意义 当然一个是代表自己的国家 有这种国主意识 是 第二个也是他们向全世界 展示自己身价最好的时刻 是 那因为一个职业运动员 他不是只有踢球 不是只有领薪水 他可能还有代言、广告 是 跑通告 其实一个职业运动员 他是非常全面的 我们可以看到国外的职业运动员 他甚至在退休之后 还当节目主持人 或者当演员 当艺术家什么 他们都可以当很多的职业 所以其实世界杯是他们拓展自己 把自己推销出去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时刻 要不然全世界要认识 你是一个 可能跟你不同国家联赛的人 例如说你是一个意大利联赛的球员 你要让其他 不是意大利的国家的球迷 认识你就没那么容易 可是你透过世界杯 可以很容易把自己推销出去 很多人看世界杯 当然就是说 因为他们平常也看这种职业比赛 职业连赛 不管是英国的 不管是欧洲的 其他国家的都看 可是台湾人看世界杯 再回头来看台湾的族运 以我们台湾现在目前来讲的话 台湾的问题很多 第一个是我们提到说 刚才我们就有讲到 我们台湾的这个 运动员的培养之路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走的是一个 偽精英的政策 为什么说偽精英呢 就是体育班嘛 体育班的人就是我踢足球好厉害 其实不是你踢足球好厉害 可是在国外是我们全校一千个学生 都踢足球 是 挑了那二十个厉害的 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那我们台湾就是把你分成音乐班 艺术班 体育班 只有你们二十个人可以踢足球 其他平常人 一般学生是不能踢足球的 只有你们二十个人可以画画 其他一般学生是不能画画的 这个是我们台湾现在教育体制的问题 所以我们运动员的基数很少 举例来讲 我们去年一百零七年的高中足球联赛 只有十九队 可是日本有四千零九十三队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差太多了 这个差距太大了 例如说我们台湾基层的教练 现在全台湾在专任的教练 大概有一百七十人 可是我们要算台湾的人口 是两千三百万 但是冰岛光是有欧竹联等级的 足球教练超过五百人 是欧竹联等级的 我们台湾有亚竹联等级的教练 其实可能不到一百 只有几十人 但是我们的人口 教练跟球员的比例 是没办法比较的 另外就是一个场地 像冰岛他们有 一百七十座的室内足球场 因为他们一年 有七个月不能踢足球 所以他们需要室内足球场 但是他们一百七十座室内足球场 已经足够他们全国的人民 每天都可以踢足球 这个在基础的量上面 不管是球员的量 教练的量 场地的量 软体硬体 台湾都是远远不及格的 那是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一个 最重大的问题 所以当我们结构面 就真的是非常落后的时候 那随便讲一件事情 聘教练这件事情 就遇到很多瓶颈 是 然后你今天国家队 如果你要来聘外面教练的话 那是不是就是说 我们自己的教练 程度也许都没有 那样子的一个等级 我们怎么去判断 我们聘到的国际教练是好是坏 其实聘国际教练 是一个国际足团的常态 你去看世界杯的三十个奖 很多这么强的国家 用的还是外国的教练 是 那不是西班牙 就一定只能用西班牙 德国一定只能用德国 就算像巴西 像英格兰这样的球队 他们也用过外籍的教练 那当然你聘请外籍教练的时候 你要看他的一个过去的资历 带过的球队 那如果以台湾来讲 其实要找到一个 比国内教练资历要好的教练 才太容易了 因为你可能只要带过 假设...假设带过冰岛好了 或者带... 对,带过冰岛的教练来带台湾 肯定是没有问题 但是问题是 你请了一个外籍教练之后 你要去评估他带来的影响 到底是什么 是 Y级教练是要来帮你赢那 两场三场的比赛 还是要帮你带来一个 OK 例如这个教练来 他把他的观念告诉你 可是你的球员是不能接受的 或者是你这个体制 是不能接受的 或者是你们不能达到他的要求 OK 那你请谁来都没有用 对 那你说如果一个教练来了之后 我告诉你一个新的观念 你们全部都改了 是 那就算这个教练走了 我们这个国家才会进步 要不然请这个外籍教练 都只是一个短期的效应 你要他赢两三场比赛 花这个钱请外教 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 但是如果我们有心 要做一个整体性的改革 是 我们要把观念把它颠覆过来 那当然请了一、两个好的外教 是 对于我们整个体制来讲 是有帮助的 好 那明景今天非常谢谢你 谈到这边也时间也差不多了 那我相信这个 未来的这一、两个礼拜 你还是很辛苦了 可是 希望大家都一起享受 对 就是大家 当看球的时候 真的 天天明景的很多的分析 非常有趣 好明景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谢谢 又回到了我们 深夜日常这个单元 今天我们请我们的乐队 Rhythm Market 带来一条 有一点点忧伤的爱情歌 叫什么 Save Your Love For Me Save Your Love For Me 那 为什么选这条歌 因为这首歌 我们四个都非常喜欢 然后其实也蛮 不约而同一起 听到这首歌 是 对 因为你知道 就是有玩音乐 通常就是 听到好听的歌 就会PO在社群上面 对 所以大家就会 这首歌很不错听 然后就会在 有玩音乐的人之间 流行起来 对 所以大家就会去 尝试着去Cover 这些 听到好听的版本 这样子 对 可这条歌 是上个世纪中 大概四五零年代 因为美国的这个 Jazz跟Bruce的 这个钢琴手 对 Buddy Johnson 他的作品 对 怎么大家不约而同的 听到那个诗了 这首歌 它其实我们做的版本是 Jose James 他是一个歌手 然后他后来改编 翻唱的版本 对 那当然像冯哥您说的那个 比较久远的年代 我们可能 没有办法接触到那么多歌 对 那他把这首歌新编之后 然后再 就比较现代的声音 OK 对 那刚好有符合到 我们喜欢的那种潮流 那种声响 然后才再回去追 原来还有其他的原唱 原来他不是原唱这样 Nancy Wilson是原唱 对 对 然后这条歌其实 他是一个非常 有点悲哀的情歌 对 他的歌词 因为今天是 我们的band在演奏 所以没有人在唱歌 我基本上不会唱歌 要不然我就帮你们唱 那我知道他的歌词 其实是 一个不对等的爱情 一方一直要求对方 不要抛弃他 对 然后就把你的爱情 省一点给我 对 我就是一个傻瓜 我就是这样子 傻傻地爱上你 可是我就是 没办法逃走 然后我就是困在 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情境里面 这基本上是一个 有一点 哀伤的这个情歌 对 那当然 这个在YouTube里面 是听得到原唱 对 他们那样子感觉的东西 那你们 现在等一下表演的是 比较新的 对 一个演奏的版本 对 Jose James的版本 因为我们没有歌手 所以我们请我们的 萨克风手会 负责主旋律的部分 OK 好 那就Ruby 负责主旋律 没错 那现在 让我们欣赏 由Risen Market 带来的 Save Your Love For M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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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制作曲 李宗盛 惧 oportun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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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